目前,美国空军最新的航空发动机研发项目是ATTAM项目。 该项目是The VATA计划的延续,目标是为第七代航空发动机开发所需技术。 研发下一代大、中、小推力及我种发动机和战斗机发动机。 ATTAM项目第一阶段将持续在2026年。 目标是在目前基准发动机的基础上,将耗油率降低10%,30%。 该项目是首次从一开始就综合研究动力和热管理技术的项目, 瞄准的是增加推力,并使热管理能力提高20倍以上。 推进系统效率增长的目标是10%,25%。 AFRL表示,根据美国空军的未来推进系统发展计划, ATTAM项目关注基础和应用方面的研究, F-35闪定了联合攻击机,能够获得自适应发动机。 ATTAM项目最初的研发关注点是发动机部件发展, 从而降低个新组件研发以及计划中的发动机验证机测试的风险。 另外,美国空军还要在现有自适应发动机基础上, 评估先进涡轮发动机的选合与控制技术。 先进亚生素和超生素发动机概念将在一体化推进, 动力与热管理验证计划之下进行评估。 ATTAM项目包含很多革命性的技术, 比如高马赫涡轮发动机技术, 用于几超生素飞机和导弹的涡轮机组合循环发动机。 波罗电力推进系统的研究将与相关军用飞行平台整合, 支持在未来的空炸平台上整合电象能武器、 混合动力系统、 混合动力控制和高效动力分配系统都是重点而研发领域。 美国空军将进一步研究高压器批压器机, 一体化动力与热管理, 自适应循环结构和限制收成。 俄罗斯也正在发展第五代战斗机及发动机。 兔兴公司的产品30发动机已经于2017年12月, 佩中苏高57手飞。 2018年的飞行试验将验证发动机推理, 达178KLN3能力, 计划在2020年用于替换G-L41F1发动机。 俄罗斯希望产品30发动机可以尽快实现技术成熟。 这样可以改变言论上对T50研发进度迟患的各种不利的态度, 也能增加国际合作伙伴对T50的信心。 所以产品30发动机在下限后, 一年内就实现首飞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这也为俄罗斯人在T50项目上达一针墙新针。 此外, 日本式传达波罗公司颜值的XFQ1涡扇发动机也正在进行核心机试验。 该发动机目标, 瞄准2030年的战斗机推力超过146KN, 全状态的验证机正在装配中, 预计2018年完成。 为日本进化F2战斗机提供支撑, 在转瞬之间, 日本通过XF91涡扇发动机原型机的交付, 在进度上就已经翻超了我国研发已久的波煞失误项目。 可以说, 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竞争, 必然是未来世界各国空军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要基础。 中国空军的新型隐形战机, 也是一样国产发动机提供强大的支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文TTNUZ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